新闻首先来关心的是 高雄市议会上午进行市长施政报告及质询 市长陈菊在报告中提及 包括即将登场的生态交通全球盛典 以及改善空屋打造移居城市 和观光发展促进经济繁荣等 希望透过全方位的施政规划 展现市府团队十年建设高雄的成果 受到市议会民进党团的高度肯定 高雄市长陈菊在市政报告中 发表各项施政成果和进度 其中包括积极争取中央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经费高达1800多亿 陈菊细数在高雄执政十年来的成绩 归功于市府团队的努力 累积亮眼的高雄经验 我们在这里非常感谢中央重视高雄 扭转长期以来资源分配的不平均 前瞻基础建设的计划 还包括轨道、水环境、力能、数位 还有城乡建设 这个五大主着都攸关高雄城市的转型 包括改善交通、缩短城乡差距、防洪治水 让民众免于淹水恐惧 陈菊也对空污总量管制成效感到满意 此外在招商引资部分 市议会民进党团对于市府致力于翻转城市印象 与国际接轨表达高度肯定 期许市府团队再接再厉 其实比较明显的是在政党轮替之后 我们看到财政党市长 到我们丹局市长 几乎这个团队是用命在拼的 那我觉得陈菊市长会留给高雄 最大最大的资产是什么呢 就是台积电的三奈米科技厂 要在露畜科学园区建厂 三奈米金園厂就是在挑战 人类物理的极限 我们特别关心 说我们有针对台积电 未来可能在哪一个国家的投资 在台湾哪一个地点的投资 那有强烈的表达 没有一个地方比高雄更适合 陈菊说高雄是工业大城 在环境和建设议题上面临许多挑战 他上任后就是要努力将高雄改造成 最适合宜居的城市 创造市民光荣和幸福感 距离任期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 将会以负责任的态度 珍惜每一天为市政建设而努力 港都新闻李正道黄澜君采访报导